日前職棒球星周思琪引退賽 大巨蛋外面下着大雨 场内座位区竟也跟着下小雨 但更夸张的是 就连比赛场地也漏水 球员玩水画面更引发讨论 就怕接下来登场的国庆晚会 甚至是后续赛事 遇到大雨再出现同样状况 北市体育主义下最后通牒 要求改善 今年底我们会成立 雨月绩效评价委员会 那原则上会在 一四年的一月 做第一次的访试 那预计会在一四年的九月 完成那个大巨蛋的 雨月评价迹效的工作 不止延令远雄 10月4号前现行改善 国庆使用区域 10月底前全面改善漏水问题 落年两年评价低于70分 最终处分 2026年直接解约 远雄只强调会持续进行排序检修 但讲完4月份才下通牒 却没改善 网友也批评 每次道歉就没然后呢 快一年了还没修好 只会道歉不会改善 迷藏议员许世华更统计 从去年底起用至今 大巨蛋已经发生过 17次漏水情况 为何不敢对他祭出一个 最严厉的手段 反而一而再而三的纵容 然后让我们大巨蛋 远然成为一个国际的笑柄 今晚这一次蒋万恩祭出铁万 就怕率先到来的国庆晚会出差错 但远雄能否在短时间内 改善漏水问题 仍是为之数 三日新闻周围只要看 特别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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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